对 忍不过的事 咬着牙微笑着先忍过去 之后再想办法 你要是真当回事了 别人就把你当笑话 你要是提起精神来 不当回事 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你 给贤妃姐姐请安 天寒地冻的 你怎么来了 原本是想过去看看海长在 听叶欣说她还睡着 就先过来瞧瞧你 昨儿夜里这么一闹 谁都听见了 可是谁也不敢出头 福祸相依 还好啊 海长在办理了贤富宫 也算是这罪啊 但没白受 只是贤妃姐姐你 何苦去撞了贤富宫呢 海岚受委屈 我看不得 海岚是园区 可这事若再查下去 谁都不好看 所以皇上 还是给贵妃台阶下了 倒是你啊 你看看 头晕鼻塞的 应该点一些 醒神的葬香 这沉水香太清淡了 又黑曲曲的 整个宫里啊 也就你喜欢用 我就是偏爱 沉水香的味道 沉香如定石 如果心能像沉水香一般 外边再纷乱 也就不怕了 春平娘娘 主啊 海长在醒了 热也退了 那我过去瞧瞧她吧 好 陈主 海长在 怕是不太肯见人 大白天的 也拉着个帘子 躲在背里 一动也不动的 那 等她好些了 我再来瞧她 也好 姐姐 我就不打扰了 好 你回去慢慢走 别借告退 我们去看看海岚 我觉得夜心一个人 伺候不够 内务府拨来的人 又不敢用 再也不能出一个 像湘芸这样的 主 放心 奴婢已经拨了 咱们宫里的泽质过去了 那丫头老实 是咱们在前底里 用姥姥的人了 光惦记别人那里 有什么用 主 叫奴婢说 湘芸平时不言不语的 一被人收了去 立马就能张嘴咬自己的主子 咱们宫里 绝不能出这样的人 咱们宫里 除了你们俩和三宝 其余的人 都要仔细留意着 那是 奴婢会仔细放茶 主 奴婢把药给您端来了 赶紧喝了吧 是我 哈岚 姐姐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觉得我都没有脸见人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没有过去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我就看到好多眼睛在看我 他们在看我 赤足 受罚 他们在看我 被诬陷偷窃 还有看我衣服被拔开 那么多的奴才 全都盯着我瞧 哈岚 哈岚 咱们现在在后宫里 过一天就得明白一天啊 可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活在宫里的人什么没说过 什么招使不出来 昨天晚上那盆冷水浇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恨极了 可是恨有什么用呢 人人都以为我在先复工受了委屈 我就偏不委屈 忍不过的事 咬着牙 微笑着先忍过去 之后再想办法 你要是真当回事了 别人就把你当笑话 你要是提起精神来不当回事 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你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姐姐 主 皇上宣您即刻去养心店见价 昨夜里主受足了委屈 皇上一定是宣您去养心店 好好安慰几句呢 可是说有什么事吗 来船只的小太监面生得很 只是说有急事 宣您赶紧过去 不知道 海岚 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我昨天晚上可以救得了你一次 不见得以后都可以救你 你自己思量思量 最后海长再把药喝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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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儿 家贵人看您来了 贵妃娘娘 贫妾给您带了咱们浴室上好的山绅 给您补身子用 家贵人有心了 快来坐吧 谢贵妃娘娘 您这是 怎么了 怎么了 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 本宫就生气 本想着昨天来凑个热闹 看看海长在的笑话 后来得知皇上来了 得了 我这也不敢来了 不过话说 这皇上怎么也不向着您了 皇上那是心疼本宫 才将那个海岚赶了出去 倒是便宜了那个小蹄子 去和贤妃汉携一气 贵妃娘娘这是弄巧成拙了 皇后贤德 即便在旁也不会帮枪的 得了 一个常在 时日还长 还怕日后处置不了她吗 倒是您的寒症 要不要解呀 一点寒症 原本也没什么 只是未出了这口恶气 皇上还不许我三个月半嫁 想起来本宫胸口就疼 您打了海长在 折腾了贤妃 也算是出了口恶气了 您胸口闷什么呀 你还笑本宫 还不是你出了主意 對呀